台中空污问题成为中台湾选战工房焦点 环团案跟发起1118房空污大游行 但到底台中空污防治有没有成效 近百位学者透过联署肯定林佳龙的环保实证 连国内空气污染权威庄比杰教授都肯定 他强调挺的是政策并非候选人 不过学者这一背书对于台中市府环保施政 无疑注入强心针 林佳龙也忍不住感慨纵然做了再多 但一碰到选举过往的努力成果就被忽略 防治空污专家学者肯定也带来数据佐证 台中拼经济虽然工厂增加 但空污量却是相对减少 汽机车量上升但售油量也降低 数据显示台中空污确实改善 下一步蓝绿候选人如何改善空污 教授点出应该要留意海边污染 下一任无论是谁来当市长 应该要把海边的这些大污染源 要设法减三成才可以 空污问题是国人健康头号杀手 也是中台湾候选人攻防战线 欢迎订阅红世诚蔡敬林台中报道